妻子的白月光查出梅毒 我好心告诉她 却被她咒骂我恶毒 并把我卖到器官贩卖组织 我被组织成员掏心挖肺 最终活生生疼死 从来一世 我回到了发现妻子白月光检查出梅毒那天 看着手上的体检报告 这次选择三间气口 毕竟妻子爱白月光爱得发狂 那我就该成全她 挤霸打你还有没有职业道德 不去拿吉博的体检报告 还有心情在这里看着 妻子柳如烟气冲冲踹门进来 拽起我的衣领就把我往外拖 我猛逼的看着柳如烟气红的脸 快速环视四周 就看到生气的病人和不断道歉的同事 柳如烟拖着我往外走 嘴里还骂骂咧咧 我沉默地跟在她身后 意识到我这是重生吗 我甩开她 拿起还没来得及看的体检报告 怎么样 吉博身体没什么事吧 柳如烟焦急地询问 我望着报告上的结果没吭声 果不其然 梅吉博确诊了梅毒 还是最严重的三级 梅吉博是柳如烟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两人一直保持着朋友至上 恋人未满的暧昧关系 哪怕梅吉博选在大洋妇案 柳如烟也没断了和她的联系 反而守着时差一天一通电话 比打卡都准时 回想前世 梅吉博回国工作 只因一句身体不适 柳如烟就上赶着来我医院 给她买了最贵的体检套餐 用的还是我的信用卡 对此我也毫无意义 因为我爱柳如烟 想着只要她不离开我 她愿意对谁好 花多少钱都随她去 并在拿到体检报告后 独步职业道德 第一时间把梅吉博的 梅毒诊断结果告诉了柳如烟 可她非但不领情 还给了我一巴掌 咒骂我恶毒 我没和她计较 反而拉着她耐心的一遍遍 解释梅毒的危害 结果呢 她对我连打带喘 挤霸打 你仗着自己是医生 就诅咒别人的性命 你心思这么恶毒 别再妄想我会给你生孩子 是啊 因为我爱她 所以多次提起 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可她因为我说了实话 恨极了我 最终害我惨死一国他乡 重来一世 我绝不会再走老路 放心吧 梅吉博非常身体健康 柳如烟听到后 长出一口气 伸手要拿体检报告 我扣下体检报告 严肃的说 不好意思 我必须遵守医生条例办事 这是关病人的隐私 我不能把报告给你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柳如烟尴尴尬收回 还悬在半空的时候 看着我的脸色瞬间变冷 给吉博取报告 这么重要的事你都不伤心 还安坐那儿看诊呢 几巴打你真是冷心肠 我无所谓的怂怂间 随意开口道 病人至上是做医生的基本准则 你作为医生家属 也该分得轻轻重缓急 况且梅吉博没病 柳如烟对我对得脸红脖子粗 憋着劲儿想回对我几句 却看到远处朝他招手的梅吉博 他立刻笑着回应 又转过头厌恶的瞪了我一眼 才朝梅吉博跑去了 你老婆对朋友都这么好 下次看见这两人 记得躲远点 在同事的震惊中 我脱下白大褂塞到他怀里 急匆匆就走 萧嫣你帮我抵个半 我有急事得先走了 我开车直奔市区最大的三甲医院 托朋友佳吉约了最贵最全面的体检 和柳如烟一起生活那么久 我太怕一个不小心就被感染了 直到佳吉拿到体检报告 所有指标全都正常 我才长出一口气 回想前世 柳如烟和梅吉博对我做的一切 我就不寒而令 我出于对他的负责 违背了医生条例 把梅吉博的梅毒的事告诉了柳如烟 本想着就算不能劝住他远离梅吉博 但至少也能让他在和梅吉博相处时 提高点安全意识 或者他要是心疼梅吉博 我也可以安排他住院接受治疗 以求早日康复 可结果呢 柳如烟一听到我说这话立马炸脑了 他认定我因为吃醋 故意再找梅吉博的麻烦 就为了让他和梅吉博产生隔阂 他不仅对我家暴 还煽动网络键盘侠对我口注比划 医院迫于压力只能辞退我 而我是个孤儿 是单力薄无力反抗 只能选择去国外旅行疗伤 可柳如烟就好像在我身上装了定位板 不管去哪他都能找到我 他光明正大的挽着梅吉博挑衅我无能 最终甩给我一纸离婚协议 临走前 他勾着诡异的笑容对我说 说吉博坏话的人都得死 我还没来得及消化掉打击 当晚就被器官贩卖组织抓走了 在我的苦苦哀求下 组织成员告诉我 我是被一对华人情侣卖过来的 还和我形容了穿着打扮和长相 是柳如烟和梅吉博无疑了 我和组织成员商量想用钱来买命 却被告知他们早就查过我的身份信息 我就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 我这才得知 柳如烟原来早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把我的所有婚钱财产和房产 都合理化变成了他的私人所有 没钱没势力 我最终被那些人挖心掏碎 活生生疼死了 重来一世 柳如烟 梅吉博我祝福你们百年好喝 一辈子所死 从医院出来已经天黑 我选了一家前世一直想吃 但从没吃到嘴的川菜馆 点了一桌子菜 抱着纸巾大吃特吃 回想起前世 因为柳如烟天天嘟囔着减肥 把减脂餐渗入到了一日三餐里 又总因为吃不到甜食油炸食品 生气心情不好 我心疼他 为了陪着他也戒掉了所有爱吃的东西 把一日三餐换成了和他一样的减脂餐 现在想想自己当时的傻逼行径 真是可笑至极 就因为我一直上板站 怪不得人家不珍惜 吃饱喝足 我开始梳理前世重要节点 梅吉博回国后 柳如烟就开始夜不归宿 我只要问他 就是在陪梅吉博夜游京北 当时的我不愿多想 现在想想 我迫切地想要离婚远离他 可柳如烟从和我结婚后就没工作过 梅吉博也是个无业游民 我知道他不会轻易和我离婚 我找了私家侦探24小时跟拍柳如烟 他那么喜欢梅吉博 我就不信拍不到他的出轨证据 随后我去律所 已定了一份离婚协议留作备用 只要出轨证据却走 我不信甩不掉柳如烟 一切办妥 我刚松了一口气 却收到信用卡的支付短信 我打开一看 柳如烟刷我的卡 在南庄奢侈品店消费了两万八 他从不会给我买礼物 更何况今天还和他吵嚷了两句 这笔花销必定是给梅吉博的了 他可真好意思 我立刻给银行打了电话 停了我所有付卡 这边电话刚挂断 我就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他一开口语气就很冲 吉巴达你长本事了 敢停了我的卡 我限你三分钟之内把卡激活 我正给吉博买衣服 做梦呢 我冷笑一声挂了电话 随后就把电子版离婚协议直接发给他 顺带烧了一句话 柳如烟你要是主动签字 之前你养没吉博的所有花费 我就不追回了 柳如烟信息回得很快 吉巴达你有病吗 我不同意离婚 你敢停我的卡 我要去法院告你不供养妻子 告败 我马以亲情付给你 开着每月一千五额度呢 恶不死你 倒是我还真想向法官诉诉我妻子 拿我钱给小三花的苦 信息刚发过去 他的电话紧接着又打了进来 我嫌烦 干脆直接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家也没回 直接入住了酒店 既然油盐不进 那我也没有必要和他废话 柳如烟不愧是个行动派 第二天我还没起床 就真收到了法院的传唤信息 我又把柳如烟的联系方式 加了回来 但是就算结果 我就把法院信息撤了 爷啊 这样正好 我准备一下你拿我的钱 给梅基伯花的材料 去和法官好好诉诉苦 哦对了 提醒你一句 我正翻着你给梅基伯的跨扬转账记录 难是奢侈品消费记录呢 我大概算了一下 至少有个三十几万吧 你让他等着还钱吧 柳如烟吃笔 扔下一句你等着就气呼呼挂断了电话 没多久 法院的传唤信息就撤销了 我神经气爽的回医院上班了 谁知前脚刚进医院 后脚就接到了医务处的传唤 办公室里 医务处主任拿着纸笔 公事公办的口吻 对我问询 几一声 有人实名举报你懈怠工作 对病人不负责 草菅人命 请你解释一下 我也没废话 直接拿出了我在医院工作时间的所有视频录像 主任 录像全在这儿 您随意查看 我问心无愧 主任见我脸不红 心不跳 不像是个心虚说谎的 对我的态度也缓和了三分 稍等 他连同医务处同事一同查看那卷录像 很快就还了我清白 放我回到工作岗位 主任虽然没名说 但我知道这十名举报者就是柳如烟没跑 我知道他不是个安分的 所以从我重生回来那刻起 我就做好了一切防范措施 我悠悠开口道 我是清白的没错 倒是举报者居心叵测 不仅妨碍我正常坐着 还扰乱医院秩序 最后还倒打一耙举报我 我建议直接报警处理 主任说了一句我会考虑的就挥手让我离开 我刚出门 就看到柳如烟挽着梅吉伯 对我得一笑 生气吧 只要你现在打电话把卡激活 我就撤销投诉怎样 他勾着得逞的笑 我有趣的看着他 慢悠悠开口 我已经让主任报警了 你举报我的事 让警察来做决断吧 柳如烟听我这话立刻冷脸 在开口明显底气不足 几霸打我说你草菅人命有错吗 你就是得不配为 你对吉伯的体检报告不上心 你不配做医生 这话给我整笑了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看了全场戏的小护士 萧薛儿突然把柳如烟拉到一边 他一脸凝重的小声开口 如烟姐 梅先生是梅毒三七 您不应该靠他这么紧 萧薛儿话还没说完 就被柳如烟甩了一巴掌 他戳着萧薛儿脑门怒声呵斥 萧薛儿是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吉伯打那点龌龊的小心思 勾引我老公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帮着他一起污蔑吉伯 萧薛儿白皙的皮肤立刻红肿了起来 眼底迎着泪花无措的看着柳如烟 柳如烟你太过分了 我猝起眉头 忙把萧薛儿护在身后 和他置而立 柳如烟被气得一直喘着粗气 梅吉伯牵起他的手安慰 故意道 爸打 烟烟才是你的妻子 你怎么能为了别的女人凶他吗 柳如烟恍然出醒般 咬牙切齿道 吉巴打你是不是早就和他搞到一起了 你要和我离婚是不是就是因为他 你是我男人 他妄想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都举着手机在录像 萧薛儿在我身后委屈的唾气 我不忍心把他绞进这滩浑水 直接当众甩出了柳如烟和梅吉伯 滚床单的照片 我只不过昨天一晚没回家 柳如烟就等不及和梅吉伯 滚到了我的床上 柳如烟你自己做了什么 要不要过来仔细看看 好意思反咬别人吗 萧薛儿是萧妍的亲妹妹 她不过好心提醒你 萧妍从大学起就跟我是死的 你别说你不知道 看着那些赤裸缠绵的照片 柳如烟和梅吉伯都不淡定了 柳如烟最先冲过来 抢走我的手机朝着强使就摔了出去 手机瞬间四分五裂 我无所谓到 照片我存在云端 你随意摔 我要撕了你 柳如烟发狂的朝我冲过来 我钻住他的手腕 把他甩到一边 故意道 你今天闹这一出 不就因为担心梅吉伯吗 这样吧 我把他的体检报告给你 你去找院长解读怎么样 柳如烟没意见 我又勾着笑看向梅吉伯 梅先生也不介意 自己的隐私暴露在众人面前吧 这话题刚开始时 梅吉伯整个人那种松弛感 就已被紧张慌张代替 这会儿更是读懂了我的言外之意 不用了 我很健康 他看了我一眼 随后盲连拖带哄地带走了 不情愿的柳如烟 我条条没烧 目送他离开 下班时 我在地下车库遇到了 刻意等在这的梅吉伯 几霸打我得了梅毒的事 看到体检报告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他阴益的盯着我 梅毒演变到三级 说明他在国外时就已中招 看他气血亏损的面容 想来得病的途径是性传播 柳如烟真是可怜 这男人如此不自爱 他还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 你放心 我是个有职业道德的医生 保证不会跟任何人公开病原隐私 我盯着他阴森的下三百眼 郑重承诺 随后不管他有何话没说完 立刻解锁开门 快速上车离开 当车子驶离地下车库 我才算松了一口气 梅吉伯给我的感觉太过阴森 他的那双眼充满力气 我严重怀疑 前世我所经历的那些绝望 都是他出的主意 重生后 柳如烟已经趁我不在 把梅吉伯带回过家 那个家显然已变成了毒窝 那房子是不能要了 保命要紧 前世在我和柳如烟说明 梅吉伯得了梅毒后 他就开始暗地里 把我的婚钱财产私有化 这次我虽没挑补 但看到梅吉伯对我的恶意 只怕他们会提前动手 为了以防万一 我把房子信息挂到了中介 价格略低于市场价 并且只接受全款购房 以求快速拿钱跑路 同时找出装修时的发票 和家具的购买凭证 带着所有贵重物 入住了安保齐全的星级酒店 事情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 我刚到酒店 柳如烟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记把打我在你酒店楼下 你下楼我们谈谈 我一点也不新鲜 柳如烟会知道我的位置 我更不想见到他 所以才会选安保齐全的星级酒店 防的就是他 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离婚协议签好字 我们明证局见 电话那头 我听到柳如烟因为硬闯 和安保产生了激烈的争吵 我忙对着电话大喊 安保大哥 我和这人不熟 你们一定要看好他 要是在硬闯 就直接报警处理 挤霸答 你私自卖房转移财产 还要和我离婚 我要去法院告语 柳如烟气急败坏的大喊 我把手机拿得老远 随意道 请便 我再次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世界瞬间变得安静 我把从前传的年假一口气都用了 窝在酒店不出门 可算过了几天消停日子 再见柳如烟 是法院传唤那天 他见不到我急得跳脚 只好用这招逼我现身 历尽千辛才见到我 柳如烟十分激动 当着大批警察的面就要动手打我 我忙躲到警察身后寻求保护 柳如烟被警察严厉警告 我欠揍地朝他扬起微笑 给他气得一双眼 瞪成了鲸鱼 看他心情不顺 我顺畅急了 庭审台上 柳如烟装得一脸无辜样 朗生控制我私自卖房转移财产 我都没等法官多说 直接呈上房产证 银行流水清单 家具购买凭证 装修花费发票的证据 审判员 这些证据可以充分证明 房子以及里面的所有物品 都是我的婚前财产 我有权随意处置 不必告知配偶 法官一看过后 开口道 这些证据确实可以证明 房子是吉巴达的婚前财产 和原告柳如烟不产生任何关系 虽然吉巴达私自卖房的行为不道德 但并不违法 柳如烟被气得牙痒痒 她嘴硬道 就算房子是她的 那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都是我花的钱 还有家里的金条也被她转移了 她这是盗窃 我无语地看着她 都不稀罕说她 她是没脑子吗 婚前财产这句话 还要我重复几次 我把金条购买发票 和自己付卡消费记录 全部乘了上去 审判员 这些票据可以证明 金条是父母留给我的衣物 也是婚前购置的 我又转向柳如烟 给你拿起打金镯子的 那根一百克的金条 我送你不要了 剩下的金条你妄想再打注意 我这么做并不是客戴她 结婚多年 就算离婚 我也不至于对曾经的爱人 这么口唬 要怪就怪她不知足 不仅拿我的钱养小三 前世还联合小三 置我于死地 我是憨 但不傻 法官收起证据 询问柳如烟是否有新的证据 可以推翻我承上的证据 柳如烟哑言 我趁热打铁 上诉离婚 把她出轨的证据呈了上去 同时呈上了一只手机 审判员 我要告柳如烟对我进行死亡威胁 手机里是柳如烟 在梅毒病友群里的聊天信息 字字句句都是要把梅毒感染给我 要看着我痛苦死亡 继承我所有遗产的计划 柳如烟猛逼地 听我口若悬河地讲着上诉词 可旁听席上的梅吉博却脸色大变 我能发现这些聊天记录 一是因为我爱柳如烟 会关注她所有社交账号 二是我偶然在梅毒患者 才知道了这个群的存在 发现她和梅吉博都在群里 才产生疑惑去调查的 别看柳如烟爱她爱得要死要活的 但实际上怕死得急 她曾因为感冒咳嗽 都担心自己得了肺炎 跑去我的医院住了一周月 虽然聊天记录是从柳如烟账号发出的 但实际操作者并不是她 而是梅吉博 至于梅吉博为什么要拿柳如烟的账号 发那些出去 可能只有她本人清楚了 但这些都不重要 达到目的才重要 还能看他们狗咬狗合乱不为 柳如烟反驳我诬赖她 要求查看证据 结果发现我说的都是真的 她又翻看了登陆信息 发现时间地点都是跟梅吉博在一起的时候 更可怕的是 没有群的管理员还是梅吉博 柳如烟彻底傻眼了 她机械的扭头看向梅吉博 吉博 这是什么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事已至此 梅吉博深吸一口气 决定坦白 烟烟 我其实一直想告诉你的 我得梅独已经有段时间了 你不会嫌弃我的对吧 柳如烟竖地笑了 她有些无措的开口 吉博 你别闹了 我会跟吉爸打离婚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分走一半财产后就远走包飞 梅吉博走下旁听喜 走到柳如烟身边 拉着她的手深情告白 烟烟我爱你 你不是也爱我吗 你爱我不就应该爱我的一切吗 柳如烟听到此 猛地抽回手给了她一巴掌 随后匆忙掏出酒精给自己消毒 梅吉博瞬间黑裂 她冷下声音 柳如烟你嫌弃我 你竟敢嫌弃我 你他妈得了梅毒不和我说 还妄想和我原走高飞 你就是憋着劲想把我也感染了吗 梅吉博你等着 如果我检查出我被传染了 我一定会告到你破产 柳如烟连分财产这场仗都没心思跟我打了 猛地站起身绕着梅吉博就要跑 你去哪 别想躲着我 梅吉博气红了眼 凶狠地扯住柳如烟 不是你说的爱我 愿意接受我的一切 现在知道我得病了 就想扔下我跑了 柳如烟你既然这么无情 那就陪我一起在梅毒中挣扎吧 梅吉博抱着她的胳膊就要咬下去 柳如烟急了抡起保温杯 罩着梅吉博脑袋砸了下去 鲜血瞬间四处蹦践 法庭乱成一锅粥 最终在法警的围持下 才得一把两人分排 柳如烟被法警压在桌子上动弹不得 梅吉博被紧急送往医院 临走前恶狠狠地对她说 柳如烟你等着 这是没完 柳如烟泪眼汪汪地看向我 企图唤醒我对她的一点恋惜 我扭过头 假意去看窗外风景 其实心里早已乐开花 开庭被迫终止 法官当庭宣判本案诉讼不成立 博回原道上诉请求 柳如烟因扰乱法庭秩序 又因故意伤人治人轻伤 被拘留七天 可事情并没结束 不知旁听席上哪位有心者 拍下了梅吉博和柳如烟 因梅毒争吵拉扯的画面 传到了网上 那人还特意用梅毒当幌子 起了个十分薄眼球的标题 还给吵架画面配上了字幕 立刻引来了一大批网友围观 天 这男人看面相就是个狠 这么明显的下三百眼 还有梅毒 这姐看上她哪点了 真的是 俗话说 眼睛下多百者 这男人明知道自己有梅毒 还想拉这姐下水 真可怕 梅毒感染途径应该是性传播吧 我的天 以后交朋友钱 记得先让对方提供体检报告 这梅毒男性梅 这么好听的姓氏 可惜了 梅吉博也看到了这段视频 从头到尾录制详尽 他被砸头泵血的画面 也很有冲击力 梅吉博本想着他是受害者 舆论风向会偏向他 网爆柳如烟 可没成想 键盘侠竟把矛头指向了他 对他又骂又贬低 说柳如烟坏话的却寥寥无几 梅吉博气得不行 不死心的亲自闯进评论区 想逆转风向 让那些键盘侠网爆柳如烟 可事与愿违 键盘侠欲发过激 甚至有人露出他真实信息的苗头 梅吉博彻底急了 他为了自救 把主意打到了没有群的病友身上 没有群创立的初衷 是想把一群同病相连的病友聚集起来 互相鼓劲 共享最新救治信息 不要放弃生的希望 壳里面却混进了几个 有报复社会想法的极端分子 梅吉博把那些人集中起来 以那段视频为引子 添油加速地形容自己有多可怜 梅毒病人有多被嫌弃 煽动他们进行反击 有没有的加入 风向变得狠 梅吉博的危机解除 网爆这阵风开始吹向柳如烟 在他拘留结束时 这阵风吹得正盛 没有控诉他歧视梅毒患者 柳如烟被众多键盘狭骂的狗血淋头 更有甚者 在他阻断期间 对他进行了疯狂报复 他多次都差点被带血的针头刺伤 柳如烟当然知道这些都是谁的杰作 他和梅吉博算是彻底撕破了脸皮 他发了疯的去找梅吉博理论要说话 但次次都吃闭门羹 柳如烟气得发狂 整天什么都不做 就在梅吉博的必经之路上蹲守他 蹲守了几天 好不容易碰到到了梅吉博 柳如烟还没来得及做些什么 就被梅吉博拖进家里一顿强暴 柳如烟想要报警 梅吉博一脸无所谓道 你去啊 反正我也是梅毒三气混吃等死的人了 在警察抓住我之前 我一定先玩死云 柳如烟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 他好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 开始回想起了我的好 整天家里医院两边跑 我的房子还没卖出 离婚证也没到手 所以柳如烟继续住着我也默认了 可谁能想到 我的一点点无心之举 尽给了他我会原谅他的错觉 他整天垫着花样的做各种美食送来医院给我 要不就是买来一束鲜花摆在我工位上 还会送我各种新鲜的小玩意儿 做足了姿态 就想跟我重归于好 我哪见过他这做小福低的模样 以为他只是三天半新鲜 就放任他自娱自乐没滚 谁想到他竟然玩真的 天天来 天天来 我年假休完了 每天在医院忙得脚不沾地 还得应付他 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他每天在我身边当人行李牌 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工作工 我无奈之下 只好约他晚餐面聊 哪想到 我还没开口 他就给了我一个莫大的惊喜 爸打 我知道我之前做错了 错得很离谱 我也知道你对我已经失望了 但我还是想求得你的原谅 你不是想和我离婚吗 我同意 我只求你看在我这么诚恳的份上 给我一个重新追回你的机会好不好 柳如烟眨巴着那双渴望的眼睛望着我 听到他同意离婚 我心里激动极了 但面上还得装作不动声色 就怕他一个反悔又不离了 只要他肯离婚 我哪还管他提什么条件了 先把离婚证拿到手 再把房子卖了 我不信他能找到我 好 那你现在就签字吧 抽个空我们把离婚证也领了 我从随身公文包里抽出离婚协议 推到他面前 柳如烟眼神闪烁的看了我两眼 最终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爸打你放心 梅吉博敢被地理那么说你 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的 我促起眉头眉说话 这是他们之间的事 我不想多管闲事 柳如烟还是确诊的眉督 他全身起了疹子 接受了隔离治疗 梅吉博的生活倒是越来越好 他因那段视频和那段网报经历 而有了一群无脑追捧他的粉丝 外加他豁得出去 开直播在网上半场 也赚了不少钱 日子过好后 他就开始膨胀起来 给柳如烟发了挑衅短信 外加一张他的裸照 柳如烟你真让我想的不行了 什么时候有空再来伺候伺候哥 哥给钱 柳如烟这次没有再忍 病情稍微控制住后 他就悄悄出院了 我得到消息时 柳如烟早就办理完了出院手续不知所踪了 再收到关于柳如烟的消息 是他做好了一桌饭菜等我回家吃饭 我以加班为借口拒绝了他 他却跟我说 回家吧 你不敢吃看着我吃也好 吃完这顿散伙饭 我们就去领离婚证 回到家后 我看着他苍白的脸 到最后也没问他消失这一个月去了哪里 我没有动款 看着他就着眼泪吃完了整顿饭 内心毫无波澜 领完离婚证 我身心畅快 从未感觉到如此轻松 柳如烟欲言又止的看了我很久 最终还是落寞的离开了 夫妻多年 我不是没察觉到柳如烟的不对劲 可我已经不想去深究其中原因 往后的路 他如何走 我管不着 也不想管 我真当天晚上就出事了 梅吉伯被莫名团体拖到烂尾楼里暴打 接着的医生刚好是我 我听说 要不是识荒老人去那烂尾楼里落脚 阴差阳错救了他 他可能活不过当晚 梅吉伯转醒时 情绪十分激动 非要见我不可 说吧 什么事 我抽出休息时间来见他 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急事 见到我梅吉伯就扯着我的白大褂不松手 一个劲的重复柳如烟找了帮手 想知他与死地 我嫌弃地甩开他 那你该去找警察 他是为了你才会报答我 他们威胁我报警指挥更惨 我还不想死 我愣了一下 回想的那天柳如烟绝绝的背影 心里有了考量 那你更该去找警察了 打人是犯法的 这个社会是讲法律的 对 我该去报警 他眼睛低溜转 不断重复这句话 梅吉伯没等身体痊愈就出院了 出院后直奔警察局 可是警察查来查去都没有线索 只能草草结案 那栋烂尾楼已经被遗弃很多年 周边设施落后 别说摄像头了 连活物都没有几只 梅吉伯这举动没有收获 反而惹怒了那群人 受到了更激烈的报复 梅吉伯不知道危险即将降临 他天真的以为锁好门窗就能高枕无忧了 没想到半夜却被撬门声惊醒 他根本没机会呼救 就被那群人拖进屋里 在这浓重的夜色里 梅吉伯被那群人撕烂了身上的布料 压制在身下疯狂律动 他们一人换一人 从玄关到客厅 又从客厅到卧室 最后从卧室到浴室 梅吉伯被捂住了嘴 全程只能死瞪着一双惊恐的眼 难挨的享受着这精神上的愉悦 而柳如烟则站在一边 举着手机全程录制 尽情欣赏着这视觉盛宴 梅吉伯难挨的疯狂扭动 就连这浓重的夜也为此刻变得疯狂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折磨后 那群人终于放过了梅吉伯 梅吉伯虚脱的趴在地上 嗓子因乌叶已变得沙哑无比 彻底失去了呼救的力气 他瞪着那双冷若冰霜的眼睛 盯着柳如烟 那眼神仿佛想把他千刀万挂 柳如烟则仰起笑脸蹲下身 捏住他的下巴 无不畅快地开口 梅吉伯你拉我下水 煽动键盘侠网抱我的时候 就该想到我会把这痛苦千百倍的还给你 享受惯了当男人的快乐 被别人当成女人伺候 这感觉更不赖吧 梅吉伯撑着一口气想反扑柳如烟 柳如烟猛地躲开 一脚踹飞弹 踩着他的脸居高临下的开口 梅吉伯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这群没有休息的也有一会儿了 他们肯定不介意再来一遍 这酣畅淋漓的运动 没有 梅吉伯听到柳如烟这样称呼那群人 震惊地看向他们 没错 就是你煽动的那群没有 没想到他们是双性恋马 像你这种后面没开过花包的男人 正合他们的胃口 柳如烟笑得猖狂 梅吉伯阴益地盯着柳如烟 随后想到什么般大笑着开口 他们都是无力不起早的反社会人格 你和他们做交易 你拿什么作为交换 他色情地上下打量柳如烟那傲人的身材 这么多男人 柳如烟你肯定爽极了吧 你是报仇解恨了 但你猜几巴达还会要你吗 梅吉伯十分解气地说 柳如烟盯着他握紧的双拳 怒极反笑 我对不起他 不能和他再去前缘我认了 至于你 我宁愿自毁 也绝不让你好过 你今晚的浪荡模样 我已全程录制 你最好安分守紧 不然就像你说的 反正我已经深染梅毒 我不介意送你下地狱之前 先让你求生不能 梅吉伯 你如果敢找寄霸打麻烦 我一定亲手杀了你 柳如烟留下这句话 就带着那群没有离开了 柳如烟自从确诊梅毒后 就有了强烈的自毁倾向 但他既希望于我 希望能得到我的原谅 和我重归于好 可惜 梅吉伯并没打算放过他 他拿着和柳如烟 各式各样的缠绵 照威胁他 拿欢迎他加入 梅毒大家庭的言语 击垮他 柳如烟彻底崩溃了 但他身边围着那群员 梅吉伯想要报复 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他憋着一肚子怒呼 最终决定拿我当出气筒 卖房那天 我领着中介回家评估 刚到门口就差点 被梅吉伯袭击 中介小哥眼疾手 快地拉着我躲到了一边 梅吉伯举着带血的 针头凶狠地冲向我 几把打 柳如烟既然为了你报复我 那你也别想独善起身 就在我必无可避陷入绝望时 柳如烟冲了过来 那把匕首对准了梅吉伯的紧动来 他表情扭曲着咧着嘴笑 我不是警告过你 别来找他麻烦吗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 烟烟 我 我错了 梅吉伯被吓得丢了针头 全身僵硬 他想哄着柳如烟放下匕首 一切都晚了 你不该试探我的底线 匕首一寸寸刺劲 鲜血迅速顺着他脖梗流下 在梅吉伯痛苦的挣扎中 柳如烟猛地将他刺穿 随后又快速拔出了匕首 梅吉伯当场死亡 中介小哥吓得颤抖着掏出手机报警 柳如烟满脸鲜血 怕吓到我搬离我很远 他痴缠地望着我 爸打你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 我知道我活不成了 你能原谅我吗 我不信柳如烟不会伤害我的鬼话 在警察来之前 我必须要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我艰难地吞咽口水 内心却焦急万分 终于在警察冲上来那一刻 我提起的心终于落回肚里 我看着他的眼神转为厌恶 冰冷地开口 柳如烟你不知道我有多恨 是你毁了我的人生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你就该乱在泥土里 柳如烟没想到我会这么决绝 他悲哀地看着我 笑得悲怆 在警察举枪 贺令他放下刀束手就勤的时候 他举起匕首利落地刺进了自己的心脏 望着我的那双眼渐渐地闭上 柳如烟死了 我思虑再三还是帮柳如烟简单收了事 一切结束后 我向医院递交了辞职 离开了这座城 开始我的环游之旅 我行万里路 也读万卷书 我用一切新鲜事物充实自己 开阔眼界 日子过得平淡又安逸 某天清晨 我在翠湖边成独时遇到了一位故人 萧雪儿背着行囊 站在晨曦里对着我笑 起医生 请问一下 通往你西门的路怎么走 我放下书 和他相识一笑 那萧护士算问对人了 跟我走 我告诉你